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知 终于挣脱出来了 现在的小电机是真的黏人 先知 我来了 老章鱼为什么打了一下椅子 这刀也太好骗了吧 先知 快走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小鸭怎么打了 不是 老章鱼在追先知 你怎么会倒在那边 你不会是被触手打了吧 老章鱼就跟过来了 小鸭你快走 我把你扛倒 这个老章鱼直接去追他们了 那我们先过来修一下电机 魔术师过来了 来来来来 来个鬼啊 你这样把老章鱼顶过来了 好吧 是时候让我奉献一下了 来呀 牛门师来追我呀 我闪 哇 居然撞墙了 没想到这次没拖过时间就直接上了椅子 呃 不过也没关系吧 你爷爷我可是铁屁股 来呀 让我们做到骸骨石烂 老章鱼过去了 你们不要在那里扑扑摸摸呀 哎呀 什么鬼啊 虽然我被小鸭救下了 但是魔术师直接倒了呀 不行 作为一名职业佣兵 我完全接受不了队友倒在我面前 我来救你 就算是扛刀我也要救你 哎哎哎 他怎么就飞了呀 啊 这么着觉上天吗你 啊 我跟你拼了 哎呀 我还是没能逃离这个老章鱼的触手呀 算了 今天的三逃任务算是失败了 我还是 诶 可以 小鸭来救我了 可以可以 哇 小鸭现在进步也太快了吧 不过小鸭被两条触手直接打倒了 怎么办怎么办 诶 老章鱼居竟然不敢小鸭直接追我 知对我多大愁呀 嘿嘿 来呀 怎么不追啦 他要回去挂小鸭了 看来我要 诶 这一波大心脏可以啊 哇哈哈 是老章鱼 没想到吧 你要大门开了 小鸭也过来了 三逃成功完成任务了 溜了溜了 喝哪些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